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今天由于时间上的安排, 所以这一集就会在家里进行录音 这一集是娱乐集, 跟大家去听听三单的娱乐新闻 昨天起, 周杰伦就无端上了内地的微博热手 是否因为他出了新歌呢? 当然不是 而是说, 有一个假冒周杰伦太太的人在微博发文 周杰伦, 你就撕下你的偽装面具, 下面就标签着周杰伦出轨 这件事, 吓得两岸三地的观众都吓傻了 虽然大家都知道, 台湾的娱乐界相当噁心丑陋 很多男艺人不是没做, 只不过是没人敢出来踢爆 有些十八禁丑闻 但大家想不到就是, 原来周杰伦也可能有关 不过, 大家听我刚才说的都知道, 是假的昆宁 但是, 假的还假的, 但为什么这些假东西一开始有人信 甚至乎能够上到微博热手呢? 也代表了, 里面有点古惑东西, 待会和大家说一说 第二个话题, 就和大家看看周海薇的豪宅 因为现在那栋的豪宅, 证实是出售当中, 售价是三千万人民币 也会和大家说一下卖楼的原因 因为, 卖楼其实真的有很多原因 有些人是说, 一拿到遺产, 马上卖楼, 带了钱就走了 但是, 我相信周海薇的妈妈, 绝对不是因为这个理由 所以, 稍后慢慢和大家分享 另外, 关于周海薇的狗狗动态也会说一说 接着, 第三个话题, 肥妈又出来拍片自爆往事 她说, 自己做错了一件事, 曾经搞到不见了一千六百万 有时候, 都很羡慕肥妈的, 为什么肥妈可以有这么多钱, 可以蚀, 可以不见了呢? 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说, 可能你不会有千六万这么多 你说一百六十万, 我相信一身人可以找到的 但你也正常不会说可以有一百六十万这么多, 可以突然之间不见的 究竟肥妈又做错了什么事呢? 等会慢慢去和大家看看 还有, 从肥妈的错误当中学习, 紧醒我们自己就不要行叉答错 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留言, 订阅, 赞好, 将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扫描隔离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十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记得按隔离的大小小小小, 本集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大家可能现在看屏幕的时候, 会觉得, 哇井仔你这样几个红, 会有什么事呢? 我呢, 其实没事, 不过, 因为现在是中午六一 有时, 这个外面的光气, 太过光气, 会弄到一些色差问题 所以有时候, 会看我偶尔会更正常, 偶尔会又黑又红 我身体没什么大外,不过是说外面太光,开了家的灯都做不到光平衡 说一说,台湾天王周杰伦和昆宁结婚8年,两个人更加生了三个小朋友,十分甜蜜 只不过,近日突然传出周杰伦疑似多人运动的消息,立即引起了网民的热烈讨论 网上更加有假的社交平台帐号就说,周先生,私钓你虚偽的面具,你完美的人设就不会隐藏你太久来发文 这个帐号除了发文之外,也贴了周杰伦出轨,周杰伦多人运动等等的字眼,直指周杰伦在婚内出轨并且多人运动 之后,周杰伦的太太昆宁本人立即透过社交平台发出严证声明,为周杰伦辟谣 说,以上都是虚假的宣传,并且强调保留法律起诉的权利 最后就被人发现,阿昆宁的微博就被人hack了 因为现在微博发文会有地方的显示,例如这篇文章 究竟你是广东法、广西法、北京法、上海法都会有个地址 就算你在日本出篇文章,别人都会发文地日本,发文地韩国,这些什么都有 接着就被人发现了,昆宁的微博真的说了这一段东西 但是地点对不上,因为这段时候周杰伦和他太太昆宁去了英国 甚至乎在这几天他们在其他的社交平台都有去贴一些在英国看雪、玩雪等的照片 明明就是说,他们现在两夫妻和小朋友在英国开心、玩乐 但是为什么有个账号在其他国内的地方发文,还让别人出轨呢? 所以有些有心人就知道了,这个账号应该是被盗用的 而且本人都立即透过律师楼去出这些声明的话 更加知道这件事没问题 至于为什么一开始,周杰伦会被人有所质 除了那个账号的问题之外,是因为台湾的娱乐圈风化问题相当之严重 即是罗志祥都被人踢爆过,和那个什么蝴蝶姐姐又不知怎样的 甚至乎还有其他人是什么都玩过了,又说黑人等等 所以风声学泪,大家自自然都会觉得,所有人都做过的 参载势力很大,所以就没人出来踢爆他 还有如果是周杰伦的话,那就更加得人害怕了 因为你说什么,罗志祥,黑人那些 虽然他们在香港,在内地都有少少知名度 但是他们和周杰伦对于我这一代年轻人的影响力,完全没得比 即是你罗志祥那些,最多大家记得你跳那只舞 但是周杰伦是说每一首歌都黑了进去年轻人的DNA里面 那种影响力完全不同,所以如果真的周杰伦有这些事情的话 我相信是我那代,或者可能有些观众都有听周杰伦的话 是相当之崩溃的,而且周杰伦一向就是说和他太太生活相当美满 即是可以说是一个完美好男人的一个人切来的 那越是这些完美的男人,就越多人想看他衰 想看他原来出轨,原来他是人面瘦心的 所以这些新闻,即是你一贴了出来的时候 就绝对会有人相信的 幸好第一时间出来澄清了 那我想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就算不是周杰伦也好 可能迟些都会有其他香港艺人 即是可能转个名字,转一张他们的icon之后 又可以出来说什么 哎呀我就被他搞过,诸如此类那些什么 甚至乎你说将来会不会有人这样去玩姜濤呢 我觉得完全有可能的 因为一旦有这些假新闻出来 然后某些所谓时事评论平台 立刻拿这些假新闻出来扮一个爆的标题 那这里已经可以赚到几万元了 所以不排除这些作假新闻的人 就是那些大台的人自己炒出来给自己去说 因为你有留意到的话 其实这几天不算有什么娱乐圈的大新闻 所以不排除龙女鸡自己作出大新闻出来 然后抹黑完周杰伦了 下一个就找香港的明星再去抹黑再去玩 然后自己赚钱也不奇怪 因为之前我都和大家踢爆过 就是说了 香港有平台 是和那些余记太太 诸如此类那些假新闻平台合作 一起炒了很多新闻 然后也赚了很多钱 不知道和他们有没有关系 不知道周杰伦那边 会不会花大钱去查一下 这个不得而知 接着就去到下一个话题 周海薇 周海薇在离世之后 她价值4亿4千万港元的遗产 原本就说可能交给兄弟姐妹 现在证实了是交给母亲继承 当中就包括她最后独居的北京别墅 根据报导指出 近来北京的地产经纪就传出 要卖周海薇生前居住的北京别墅 卖方正正就是周海薇的妈妈 这一栋大约500多平方米的别墅 开出来的售价就是3千万人民币 不过周海薇走了不久 妈妈急着卖楼 有不少人在想就说 究竟你们是不是很等钱用呢 地产经纪解释就说 因为周海薇的家人全部都住在香港 再加上妈妈年纪大了 已经没有能力支付别墅高昂的维护管理费用 所以就想着脱手 网民知道之后都表示理解 但是也讨论周海薇当时在家中病逝 究竟算不算是凶宅呢 这些房屋似乎很难卖得出 对于豪宅 其实皮肺一定藏 因为之前都说过 豪宅里面有菜园 又有草皮 草皮菜园那些 如果你不去维护它的话 第一些东西都烂了就不好看 梅梅烂烂对于人来说 就觉得发臭不好看 但是对于蛇虫鼠蚁来说 这个就是完美的安居之所 虽然你说北京的冬天很冷 没有那么多蛇虫鼠蚁 但是北京总会迎来春天 去到春天夏天秋天的时候 你整块草地的地皮 就变成昆虫乐园 然后你不止变昆虫乐园 你又会臭 你又会有卫生问题 如果你要找专人去打理 这些草皮 全部都是钱来的 而且我用香港去做个例子 你香港你买了一层楼 你都要每三个月 还是每四个月给一次差响 还有屋院的管理费用 你有很多的集费要给 还有可能还有什么保险 诸如此类那些 对于周海美的妈妈来说 就是一个长者 她还要是刚刚经历过 丧女之痛的话 还有自己本身又不是熟悉 玩开房地产 又不知道怎样去改装 怎样去租给人 怎样令到住宅更加有价值的时候 你说她急急去卖 你说她会不会虚钱呢 一定会虚的 但是这是相对保本的决定 至于凶宅问题 我自己就是这样想 好像之前也说过 私事留室 唯吾得兴 衰点说 任何一个单位 如果在里面离世的人 是一个不知名的普通人 这个就会变成凶宅 但是如果那个可能是一个很知名 很优秀的人 离开的话 就算是一间煤灯 很简陋的屋 都可以变得价值不菲 例如说 可能有一个极度厉害的数学家 在一个单位那里走了 可能有很多人 是将这个单位 当是数学性地去供奉的 又或者是法律界猛人 什么都好 大家能够想象到 究竟周凯薇 她的离世 究竟是会令到单位变成凶宅 还是变成一个更加庄严的地方 这些就真是两体 还有周凯薇是因为自己的病发 所以离世 我自己有两种看法 就是凶宅这些 其实是应该要看案情的 你说那些真的有几条人命 跟着又很恐怖的那些 那当然是没人买 但如果你说是因为一种病自发性 走了的话 那我又觉得以凶宅来说 又不是最凶那种 还有那些网民就说 陈楼难卖的话 就是各有加分点和减分点 就是加分点就是说 这个是周凯薇的故居 减分点就是说 你会说它是凶宅 还有就是说 现在全球的股市都在跌 你全球股市跌的时候 无论你拿什么单位出来买 都未必会那么抢手 还有很多能够给到三千万去买这个单位的人 就是表示他所拥有的资产 绝对不止三千万人民币那么少 但是由于太出名了 一定会有很多媒体去关注 究竟新的买家是谁 对于很多有钱人来说 他们是不希望让人知道那么多东西 甚至就是说 有很多人为什么会发达 都是因为一些他不想让人知道的因由和缘故 甚至乎有很多人他根本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有钱 所以既然买了这个单位 一定会被传媒摸你的底的时候 这里已经是令到很多潜在的买家会退步 即是说 其实我也想买这个单位 但买了一定会被人起底 算了都是不买了 一定有很多这些 还有唯有盼望北京的楼市好些 因为都是那句 如果你楼市好的话 我说你是不是凶宅 都总会有人买的 始终就是说 国家有政策 即是住房不炒 所以就相对地来说 豪宅就变得没那么吸引 还有别人买了回来 代表了那些护理 维护的脾费又要别人去承担 所以别人买这个单位 不是说你买得便宜我就买 但是他们都会去想 究竟后面的脾费 以及将来 会被传媒滋扰等等等等的事情 自己是否能够承受得到 承受得到才会选择去买 所以这些豪宅 通常的成交 就不会像普通这些单位 是能够去得那么密的 好了 下一个话题 关于周海薇的爱犬 周海薇的爱犬 周六六在1月3日 在社交平台上上载了新的短片 那段片可以看到狗狗 在新的家里 仍然在等待妈妈回来 闻者伤心见者流泪 发文当中留言表示 一转身就是一辈子 周海薇已经是无孩子们 一世都抹不去的爱和记忆 同时工作人员也留言补充 狗狗已经去到新家庭了 如果将来新的家庭 是同意继续拍片 拍照分享的话 也可以继续代劳 帮手上载 同时也表示 这一条片 暂时就会是最后一条片 真的除非新家庭同意 如果不是 就不会再有什么影片登出来 对于狗狗来说 特别是说今天新浦江的新闻 都令人相当在意 就是说 因为自己照顾得不好 狗狗 狗狗被车撞了之后 主人也跟着来 大家都会明白 对于狗狗来说 对于主人来说 彼此是多么重视对方 好了 最后一个话题 和大家看看肥妈 肥妈近日又拍片自爆 她就说 曾经错信亲戚 要帮人借钱还钱 她就说 她自己曾经是帮过一个亲戚 做担保之后 估不到亲戚就拿了钱 就飞到去美国移民 搞到肥妈还了很多年 最后那时候 应该肥妈还未发达 她就说 自己又要去担面粉 担米 还有六个小朋友 要养的情况之下 还要去还这一笔 即原本不属于自己的债务 另外 有一次肥妈 就在一张白纸上签了名 估不到就被人滑 肥妈就说 我签了之后 就不见了1600万 就说 原来肥妈签的是授权书 她就警示 如果授权书 你不清楚里面的内容 就算是你的亲生子女 要你签也好 你也不要签 肥妈就表示 自此之后 就不做任何人为担保 更加表示 不要太信人 人心难测 其实 叫得人做担保的 我自己的感觉上 听下去 十个有十个都没有好下场 还有你可以想想 如果真的要担保 这些这么大的任务 为什么你不是去找自己最亲的人 你居然去找一个 没有血缘关系的朋友去做担保 你想想都知道什么事 是不是 不过这个世界上 总有些人 你以为你当别人是真心朋友 别人是当你水雨 对于一些有心 我已经要离开香港 我要移民来港 其实这些人 已经有一个心理准备 就是说 所有香港的朋友 大家都当是绝交的了 看看哪一个 就比较水雨 比较好利用 找他借钱 到其时 拿多一块额外的钱 就可以去到英国生活得更加好 想不到肥妈 就成为了被利用的人 不过我觉得 现在肥妈 憑着她的人物 憑着她的能力 其实她想去找回这个亲戚 我觉得应该不难 不过肥妈就没说太多了 究竟是借了多少钱 究竟那个亲戚是你哪个 我自己由于以前都经历过很多 人心说变就变的事情 可能人心是没有变的 不过是我当初错估了别人的意思 可能我当别人是保 原来别人当我是草 始终人心难测 就没有说绝对的相不相信 所以有时候你说自私少少也好 无论是做担保也好 还是借钱也好 就算你说 我这期赚很多钱 也不要那么容易 乱禁就借钱给人 除非你真的有一些 对方的绝对痛脚 如果不是 你就这样帮人做担保 还有你想想 一个人为什么需要找其他人做担保 就是因为根本那个人信不过 觉得他会走路 觉得他根本还不起 才需要去找人做担保 即是表示 一个要找得人做担保的人 他本身就已经被定性为一个不可信的人 你要去相信一个不可信的人的话 这些就真的是各下自理 当然 需要去找人担保的人 他就会说 不是 人家怎么信不过我呢 人家公司规矩 就是他们会有很多的藉口 去掩饰一个人根本信不过他的身份 总之 就不要给那么多人情绪勒索 跟着又说 什么什么 你不给我们 我们不是朋友 我们不是亲戚 这些什么说话 因为这么轻易能够说出这些说话 你不借钱给我 我们就不是朋友 你不借钱给我 我们就不是亲戚的话 表示了这一段关系 在他眼中 是居然因为你不帮他 而大家就已经可以不再是朋友的状况之下 其实似乎他都不是太过珍惜这段关系 所以如果有人叫你去做这些东西 跟着他再用这些说话去勒索你的话 那你就真的要想起这一条片 那你就要去知道了 似乎就是说 他都不是真的那么重视这一段朋友 或者这一段的亲戚关系而已 特别就是说 这些人说了这句说话之后 你更加可以知道 他很大机会想去利用你 总之保护自己是最重要的 就算你说有些冷酷无情也好 都没办法的了 好了 最后一件事 肥妈就说自己在白纸上签了名 跟着就被人骗了1,600,000 但是我又不明白了 肥妈说得这件事 那为什么他不说多些呢 例如说是哪间经纪公司 是不是伦敦金那些 还是怎么样 所以就有点点质疑 我都在想了 这件事的真确性究竟是怎么样 不过你说在白纸上签了名 跟着之后就被人骗钱 这件事 在对上有几集的井仔点看 都跟大家说过 有一个央视的著名主持人 就是因为这样 搞到好像背了一两千万人民币的债务 所以就是说 签名的时候就要想清楚 不过你说如果人家有心装你 可能放一张过底纸的时候 有些东西都真的避无可避 肥妈其实都可以说是一个传奇 就是你可以看到肥妈是很努力 日做夜做 就是去到这个年龄 有很多人是说 他们都不做 甚至乎有很多人都说 根本去到这个年纪 都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做事的时候 你看到肥妈仍然是很努力 日做夜做在吸金 但是吸完那些金 但是很多地方 你又会洩回出去 就好像之前炒股又不见一块钱 接着帮人做担保又不见一块钱 接着签了个空白的名字 又没有了一块钱 还有他生了那么多个小朋友 又是一块钱 难怪肥妈那时候就说 他要去玩加密货币 然后肥妈在玩加密货币 也是不见了一块钱 有时候就算我很有能力 找得好多也好 你除了要想想想 如何应省之外 都要去想想 如果你找回来的钱 你经常都不见的 那你倒不如就是说 我想方法找少些 但是我就令到自己的钱 没有那么容易流失的话 反而是更加好 大家都知道肥妈 通常是很多广告都接的 例如说之前肥妈说 没有啊 我叫人去玩加密货币 叫人去栽货情 那些你猜他真的没有报酬吗 是不是 然后很多年前又说 介绍别人喝钻石能量水 如果肥妈她不是说 就是叫做 遇到那么多人去骗她 令到她很等钱 可能她都未必需要去接这些job 其实肥妈一直狠地爆料 有时候都挺过瘾的 最起码有时候令到我们这些人 可以多几个话题去说一下 还有现在无线 肥妈和鼎爷又出了个新节目 不过他们里面的节目有些话题 太过低俗 什么十八禁那些 我都免得拿出来说 但是你说这些什么不见钱 那些都可以拿出来去讨论一下 总之你未来 不是未来 其实今年大家都想象到 环境是艰难的 所以特别多那些耳鱼我诈的诈骗 是会出来的 还有你以前说移民英国都难 但是现在是说 有些人拿着两万元都敢移民的时候 现在那个走老成本是越来越低的 所以大家就真的要小心点 就不要说 这个人他走不出香港的 他骗不到我的 人家原来拿着两万元港元 这些年轻人都敢去英国的时候 还有什么人去不了英国 所以将来肯定大把人 可能是说在香港 摆爆信用卡 跟着借爆银行之后 然后就一走了之 因为你不要说未来 其实在19年打后 有很多人已经是重复做这一件事 所以在这一段时候 特别要小心保管自己 就是说你有很多东西去防 例如说 我要去唱钱 我要唱钱入利是 你又要防 会不会有些街策猴着自己呢 然后有时候 对着这些所谓的亲朋戚友 你又要担心就说 究竟他又会怎么去对待自己呢 所以有时候 做人是很累的 你要保护自己 做人真的相当相当之累 但是没办法了 人生在世 难道你说 我我不活了 你不会这样的嘛 总之 大家继续努力加油 今集就来到这里了 我们就下集再见 我相信下集可能要去到六点几七点才出 因为我待会中午那段时间 有些正经事要去处理 好了 我们就待会再见 I am seeing 拜拜